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然树井之一 它的垂直深度达到了424米 这424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相当于142层楼那么高 巧合的是 同样在溜盘水晶内 一支专业的洞穴探险队 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树井 根据前期调研基本的数据专家推测 这次发现的这个树井可能深达1000多米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这将刷新世界最深树井的记录了 这引起了地理中国设置组的兴趣 那么在这个可能深达1000米的树井底下 又会藏有一个怎样的神秘世界呢 为了刷新世界最深树井的统计数据 调查一个深藏于大山之中的巨大洞穴 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即将展开一场天井之旅 这个洞本身就很奇怪 以往我们看中是没有遇到的 一个神秘莫测的山边洞穴 一段离奇诡异的民间传说 在漆黑的地底深处 会是一个怎样的神秘世界 周密规划层层推敲 为了找到被封藏的谜题 探险队即将前往地底的洞穴深处 寻找答案 吃到 开出危险一路向前 步步揭秘追击线索 在这个位于山边的天井深处 探险队又将会揭开一个怎样的惊天谜团 贵州 是世界塔斯特集中分区东亚片区的中心 在这里几乎逢山必有洞 而洞穴可以说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边缘世界 往往只有那些敢于冒险的人们 才敢涉足这些位于地底深处的神秘空间 六盘水地处边前交界 这里不仅风光壮美 景色宜人 更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由于位于贵州和云南的交界 受低纬度高海拔因素的影响 六盘水常年温度适宜 冬暖夏凉 素有中国凉都之美城 然而就在前部节 一支专业的冻绝探险队 却在这山崎水秀的地方 有了意外的发现 专家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猜测 这个新发现 有可能刷新世界最深树顶的统计数据 地理中国设置组 联合六盘水户外探险队 一同前往贵州的第二高峰 老王山 开启一场艰险的科考之旅 此次要探明的这个树井 名叫西牛洞 它位于老王山主峰西侧的位置 洞口海拔约1850多米 洞口距离山脚的位置 约有一千多米的垂直落差 谢伟 六盘水户外探险队队长 洞穴地质考察方面的专家 同时也是此次探险考察的发起人 他将率领一支专业的洞穴探险队 深入老王山西侧的山峰 进行周密勘探 跟我们以往的那个探洞的区别 就是说它在山顶上 实际上在贵州在喀斯的地区 在山顶上有瓶洞 这个不稀奇 但它的瓶洞呢 洞口向下 那么就是说 它的沉浸是水往里面流出来 要就是说 把这这么大一个洞道 用水的作用把它轻拾 或者是垮塌 行这么大的洞道 它需要很大的水源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水源从哪来 这次的考察 探险队不仅要确认 这个洞穴的垂直深度 是否能够打破季度 更要潜入漆黑的洞穴深处 寻找藏匿于地底神秘世界的秘密 那么这个洞本身就很奇怪 以往我们探洞是没有遇到 首先就是说 一个是它的深度位置 从里面深度 它非常深 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位置的情况 很复杂 由于此次考察所面临的情况 未知性较大 因此考察周期也相对会比较长 所以前期物资的准备 也是一项不可小视的工程 因为这个洞穴的话 它比较深 而且它这个洞穴的垂直深度 理论深度到一千多米 那么我们就准备了 大概是一千二百米的绳索 这个是我们救生塔 就是说万一被困 要在里面要住下来 那你套上这个能保暖 然后灯具比较齐 像潜水服 就是说里面可能我们会遇到腹部 这只是一部分 就是说从食物 通讯 还有救援系统 还有器械的准备 跟以往的碳洞的话 成倍的增加 这个碳洞的装备成倍的增加 好 第二天一早 气温突降 天空飘起了雪花 探险队早早的 就开始将装备和物资装车 经过近四十分钟的紧张装运 满满一仓库的装备物资 终于全部装完 探险队此次的割稿之旅 也将正式开始 由于犀牛洞所处的位置非常偏僻 因此 探险队要从市区出发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首先到达老王山脚下的一个岔路 然后再换小车 行驶约两个多小时的山间公路 最终再爬三个小时的山路 不出意外 在天黑之前 我们应该可以到达 此次科考的大本营 可就在出发行驶了 两个小时的车程后 装运物资的卡车 却突然出现了问题 轴断了 油 油全部漏了 油箱打穿了 物资车的轴程突然断裂 将油箱打破 柴油流了一地 突然的意外 显然让大家使掉不停 这时 在止住漏油的同时 只能再尽快调配新的车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待 队长谢伟 此时更是着急 因为他知道 目前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 下半段如果顺利 也还要近六个小时的行程 如果时间耽误太长 就意味着探险队将要摸黑上山 两个小时后 救援的卡车终于到达 大家必须抓紧时间 将物资装备转移 装好了以后 把它盖好 把绳子栓上 别的圈上掉的东西 再走的时候慢一点 注意安全 不能再有闪失了 时间耽搁不起 从这个点到达下个点 还要近两个小时 山路难行 大货车的物资 将要由小货车分批转运 队长在仔细地交代后 就立即前往下一个交接点 前接 此时已经耽误了近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探险队还要将数量不小的物资 悉数装卸到小货车上 这时多耽误一点时间 都会给探险队坡黑爬山 带来更大的危险 小货车在颠簸的山间小路 来回运送了几趟 才将装备物资悉数运抵 路上遭遇意外 耽误了很长时间 打破了行程计划 接近五点 我们才到达山脚下的村寨 下半段都是南行的山路 因此大量的设备物资 只能转由马体驼上山 从村寨到达我们扎营的地方 至少还要几个小时 墨黑爬山非常危险 这时 大家只能尽量抓紧时间 早点赶到目的地 摸黑前行 天空又飘起了小雨 道路非常湿滑 当探险队到达大本营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此时 机场碌碌的大家 首先要摸黑知好云地 由于今天的路上耽误了一些行程 然后马匹将物资坨上来就花了将近三个多小时 到达山顶 天已经很黑了 现在室外温度非常低 飘着雪花 我们目前首先要将这些帐篷一个一个建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休息的营地 也是我们的大本营此时刻好活动的 现在所有物资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正值冬季 夜间的山区更是气温极低 在紧张的忙碌了两个小时后 疲惫不堪的大家 终于可以先修整一夜 山中一夜 直到第二天清晨 营地旁边弥漫的云海 才让探险队的所有人都意识到 我们此时深土的位置有多高 犀牛洞位于老王山二峰 1850米的位置 而营地位于1500米左右的位置 因此要前往犀牛洞 从营地到达洞口 至少还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简单的吃过早餐后 探险队的队员们必须尽快出发 开始今天探洞前的准备工作 可就在探险队正要准备出发的时候 当地苗寨里的几位老者 却找到了我们 老人强调说 一定要等他祭完山神 我们才可以出发 这位老人是山脚下苗寨里的苗王 他告诉我们 之所以要先祭山 是因为在当地苗族人的心里 犀牛洞非常神圣 老人神呼其神地告诉我们 在这个洞里真的存有犀牛 据说有人放羊的时候 就曾看见过犀牛出现在洞口附近 为了尊重当地人的习俗 当苗王寄完山后 探险队开始了工作 按计划将要分为两个小组 以探险队为主的A组 前往犀牛洞 开始开线路 做保护点的工作 而以设置组为主的B组 则根据苗王提供的线索 前往苗寨 去当地人那里 打听一些关于犀牛洞的情况 因为可能这个洞道会很深 可能甚至是一个大型洞穴系统 我们的安排每天就是说 有线在前面布线往下走的 然后有在后面做资源 送绳索的 还有食物水的 采集这个 比方说洞内湿度温度水温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 能对于洞穴的走向要进行测量 整个安排的话 就是说 提示进行 要看看垂直深度较深的洞穴 探险队每下降一米 都要在岩石上 认真做好每一个保护点 因为保护点 关系着探险人员的生命安全 如果这个洞穴 果真如预期 有一千多米深 那么 这几天探险队的主要任务 就是做近一千米的保护点 岩点一定要做在基岩上 就是说本岩上面 而且要注意 就是说你做岩点的这个位置的这块石头 跟周围石头的关系 或者是一个整体 或者不是一个整体 那么这个点的话 选择好坏 直接就是说 每一个经过这个岩点的这个探险者 他的安全就直接在这个上面 就在A组紧锣密鼓的 开辟下洞的线路时 与此同时 B组在行进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后 也终于到达了山下的苗寨 师傅您好 我们刚打了一下 就是那个新流洞 您知道吗 知道吗 就是老人这方面传说下来的 颠干了 不下雨的话 就是可以到里面求雨 以前没下雨 没下雨后到他们老人烧香 把石头丢下去 过半小时 下来就下雨了 通过询问苗寨居民 我们得到了两个信息 一 洞里生活有犀牛 二 每逢干旱少雨 往洞里扔石头 就会下雨 这也是为何当地人将犀牛洞 视为神洞的原因所在 A组今天完成了近一百多米的 洞内开线工作 回到营地已经很晚 在简单的吃过晚饭后 队长召集大家开了一个工作会议 做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明天可能就是我跟小江 我开线 往下不连走 你继续做通年 然后天亮呢 就是说因为今天很累 然后明天你的主要工作 就是说进去以后接替 上下内外的通年 那么俊杰这一块呢 是这样 因为今天的话 你们的石头下去 反馈回来的声音的情况 那么可能下面大概几十米的地方 有个平台 小江往下走以后 你去往下走 那就务必要注意 就是说千万 没事 就是说我们上下 尽量不要用脚 去蹬那个眼笔 夜已深 面对这个神秘的洞穴 存在着太多谜题 明天的考察中 探险队又将会有怎样的收获 由于犀牛洞 洞里情况复杂 探险队调整了两组的工作计划 今天A组队长 谢伟和小江继续下行 完成开线布点的工作 而B组 由天亮和俊杰 负责洞口装备物资的传递 以及封联 由于前一天工作强度较大 今天B组推迟了出发时间 从大本营到达洞口的垂直距离 不足四百米 但山顶附近怪石临巡 陡峭难行 B组在爬行的近一个小时后 终于到达洞口 咱们发现这个洞穴非常奇怪 它的洞口在海拔一千八百五十米的位置 而我们走进洞内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它不像以往的洞穴 都是属于那种下坡 它在这么高的山顶 还是一个上坡的状态 直到这个位置 再到里面有二十米左右的距离 二十米之下呢 就是一个垂直的树井 它本身发育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 A组 此时在位于距离洞口 约二百多米左右的一个平台 在做好准备工作后 B组的俊杰 将携带一部分绳子 以及装备 运送给位于下方平台的A组 老大 那个俊杰已经开始下了 你们下面小心 好的 收到 在垂直的崖壁上 位于上方的人 一定要非常小心 随意踩下去的一块碎石 都可能给下面的人 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此 上方有任何的动作 都要第一时间通知下面 这时候 上下的通讯联系工作 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就在A组继续下降时 却突发了危险的一幕 收到 谁让你搞起来 蓝领域在下面呢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在蓝领域动 是什么军阶 那你就进去小心一点 让他小心一点 然后你下来 告诉他别动 你下来以后 到安全的地方 再让他往下走 外面 收到 收到 我会提醒军阶 由于上方的队员 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小块碎石 险些造成了不可预计的危险 好在下方队员呼喊闪避的吉时 并没有造成伤害 而此时 B组则在洞口待命 随时保持洞底和大本营的联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不知不觉 已接近傍晚 我们准备开始下了 如果我们就和他们沟通完之后 确定他们安全 让我们就给下车 因为我们到大饼头 他们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沟通了 那个老大老大 我们准备下了 你们先走 你们先走 还需要什么 然后你们还需要什么吗 我们需要带什么下去吗 今天的工作已完成 B组先行撤离 回到营地 可天色渐暗 负责收队的A组 却迟迟没有消息 到哪儿了 小江小江 你们到哪里了 收到请回答 没有啊 那个你们注意 看那个路标 最安全 慢一点 出动了吗 天在黑了 找不到路标 那现在已经出动了 咱们去 可以出去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到他们 那边是他们吗 对 就是那个灯光 那个灯光就是他们 大概又过了15分钟 A组终于回到营地 负责A组 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好消息 看不看你的宝贝 到底了 此时 队长却带来了一个 令所有人都惊讶的消息 到底啊 原本预计 一千多米的洞穴 怎么就到底了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急 大家虽然此时 都满心疑问 但是首先 得让辛苦了一天的队员们 先休息一下 再行询问 下面真有一个犀牛 真有一个犀牛 特别特别像 特别像 很新鲜的一个犀牛 然后它的 最里面那个地方呢 很奇怪 有一个爪子 洞底被一层厚厚的淤泥覆盖 由于崩塌等原因 让原本的洞道被淤泥堵塞 而在淤泥之下 很可能还有洞道存在 就在考察出现转折的时候 探险队竟然在洞底的淤泥上 发现了三个手掌大小的爪印 这是什么生物留下来的 在三百八十米的漆黑洞底 它到底靠什么生存 这个神秘的洞穴 又究竟通向何处 我们这次考察的这个洞穴啊 名字叫做犀牛洞 通过前期这个科考队的勘测 觉得这个洞至少应该有一千米 可是当这个科考队 下到了三百八十米的时候 竟然到底了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 都不明感到有些失落 但是探险队却意外的 在洞底拍到了几个 如手掌般大小的爪印 这个印痕十分的清晰 应该留下不久 专家对这个爪印分析之后推测 这肯定不是我们常见的什么蝙蝠 蜈蚣等这些生物留下的印记 那如果不是我们常见的洞穴 生物留下的印记 那又会是什么动物留下来的呢 在明天的节目里 让我们接着跟随这支探险队 去追踪这些奇怪爪印的来源 揭开这个位于百米之下 洞底世界的神秘面纱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 中文字幕——YK